一个人一座城,连忙的忠诚仅此一人,40岁的他还能否上演奇迹,直观意识,归来人是少年,在NBA里面不凡有很多巨星级别的长青树人物,比如说曾经是炸风鱼的乔帮主,历史全能行空力魔术是约翰逊,以及近几年才退役的科比布莱恩特。 这些传奇级别的超级巨星不但球艺高超而且,对于球队忠诚的坚守也是能够令人折服,现如今联盟理念,如果还有与科比的忠诚相媲美的人物,那可能就只有独行侠的莫维斯基了。 作为NBA名人堂级别的巨星级人物,相信中国球迷并不陌生,很多球迷甚至亲切的趁他为诺仙王,天王级别的赞美,无不体现着球迷对他的肯定与欣赏。 诺维斯基在达拉斯坚守了二十余年,二十年中守一城的豪气,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。 从最初的达拉斯小牛队到现在更名后的达拉斯独行侠队,诺维斯基在达拉斯的岁月可以称得上是传奇了。 虽然诺维斯基在达拉斯获得了无数的辉煌,但是这一路走来,其中滋味可能只有历经者才体验得到吧。 从最初的风之子搭档诺天王,人们仿佛看到了达拉斯争冠的希望,但是时韵不佳,连年的金正势力使得风之子那时在04年远走疯狂城,只留下诺维斯基一个人苦苦支撑着整齐球队,在那时走后的几个赛季里面。 诺维斯基扛起了球队,并且在06到07赛季创下了最队史,得最好67升的成绩。 但,是可惜的是,独木难制的诺维斯基有心杀贼,却无力回贴,在总决赛2比0领先的大好优势下,小牛却被热火裂半四局,最终淘汰出局。 这样的剧情可以说是上天给诺天王一个巨大的玩笑。 随后几年里,达拉斯小牛一直遭遇不顺,都没有杀进过西部决赛,诺天王也曾考虑过放弃。 但是对于这座诚实的坚定的信念,与无比的热爱之情支撑着诺天王没有倒下,天交将大热于此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挺肤。 在2011年,诺维斯基终于带队打进了总决赛,并且再次遇到了老人家热火。 当时的热火拥有着三名天赴决顶的爵士高手,连忙里无人能是敌手。 可以说当时的热火三巨头是如日中天,但是经过岁月洗礼的达拉斯人显得更加的老到成熟,达拉斯人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团队协作和热火大的不分上下。 在决赛的最后时刻,达拉斯人的王者和新诺天王,一招,紧急独立,后撤步跳投把三巨头斩入马下。 上帝总是在不轻易间给你一句问候,那一年的达拉斯是美妙的,那一年的辛勤汗水也是值得的,那一年的达拉斯人中常处愿,那一年的诺天王也终于登上了天王的宝座,二十年忠守一城,二十年他只一回间。 二十年的时光强然过去,从小牛到独行侠,从追风少年到四十不惑,诺天王走过的不仅仅是篮球之路,而是整个人生。